贫妾请家妃娘娘安 是令贵人啊 看令贵人请安的样子 说是贵人 可奴婢觉得 怎么还是跟从前伺候咱们主时的 深断口吻呢 立心姑娘说笑了 从前和令贵人一同伺候主的时候 咱们可不就是这么说笑的吗 看你过来的方向 刚是去了易坤宫 可见到贤贵妃了 贫妾未进宫门 这个时候贤贵妃怕是在午睡呢 这话你都信 我看是贤贵妃不愿见你吧 之前你那么巴结纯贵妃 替她柔尖捏腿的 如今又调转头去巴结贤贵妃 她能理你吗 换作是本宫 也看不惯你那剑锋室舵的样子 哪儿来的燕子妮呀 脏了本宫的心血 你们忙什么 这样的事可不是婴儿做惯了的吗 瞧本宫这记性 什么婴儿啊 是令贵人 嘉妃娘娘 奴婢近两天忘了给主修理支架 怕主的支架勾坏了您这么好的苏绣鞋面 要不奴婢来吧 煮肠宽奴婢擦东西干净的 起开 想伺候本宫也不先掂量自己配不配 怎么着 令贵人 伺候得了纯贵妃 伺候不了本宫吗 那也好 本宫就去跟皇上说一声 让你去和纯贵妃作伴吧 走 家卫娘娘 落下吧 贫妾 并尽心伺候嘉妃娘娘 并尽心伺候嘉妃娘娘 皇上记得你救孝贤皇后的事 除了上回的赏赐 还要另赏你食匹共断 再做嘉许 前途无量啊 李公公 您给我讲话 我现在在养心殿当差 还请李公公多关照 养心殿的侍卫 大多出自民门士族 你本来就是个艺术 可皇上念着孝贤皇后 也念着你的功劳 才对你另眼相看 你可得好好把握才是 是啊 若是皇上哪日高兴了 再给你指个婚 那就是莫大的恩典了 李公公 您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无成婚之意啊 话说你成宠的时间 也不得了 怎么都没见你有过身孕啊 熬了这么多年 还只是贵人的慰问 本宫看着都替你心疼 贾婢娘娘多子多福 这样的福气 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 你知道就好 能伺候皇上 已经是你的福分了 就别再妄想其他人了 你不配 家妃娘娘 已经才干净了 请家妃娘娘和 令贵人安 走吧 好 珠儿 你没事吧 擦擦吧 我 谢了 我宁愿被皇上赶紧 也不愿被你看紧 这就是你千辛万苦 所选择的道路 天天与人争与人斗 还要受此欺辱 你不觉得这样的日子 很辛苦吗 这条路固然不好走 这条路固然不好走 但未必 比从前的路难走 春寨 我们走 恭送令贵人 than reason 你会儿 我无法 我能带着你 你不到你 你说我 你必须 Ciao 你以至于你 而我 做得了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能不能买你 他就来 我还是不配 主儿 您还是得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可我喝了这么多做太药 没有用呢 自从我生了贵人 受的恩仇就少多了 两三个月都见不到皇上一回 主儿 您别急 我越砍加杯的肚子 越觉得恶心 还是我腰细 我遇不了细 春春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有个孩子 春午秋冬 别干这几年天热了 可身上的衣服可不能少 对了 这几日宫里发寒症的人多 你可要多注意 有什么事到太医院找我 是 但是 太医院差事这么多 你也要注意 那行 我先走了 嗯 索欣 李玉 你怎么来了 你来找主的吗 主去慈营宫了 不是 我是来找你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刚从宫外回来 逃等到一个玉簪子 很是别致 我特意拿来送给你 罢了吧 我整日忙机忙处地 带不得好东西 一个粗手笨脚地摔了 不比银簪子摔不坏 你还要带不坏 先前送您的荣华早就有了 这簪子适合你 你先带上看看 李玉 你以前送我的荣华 祝我平安荣华 我觉得特别好 可是这玉簪子太贵重了 还是算了吧 可是 这些年咱们是共患难的情分 不在这些东西上 这些年咱们 真的吗 自然 对了 贤主怎么去了慈宁宫啊 前阵子嘉妃娘娘 不是动了胎气吗 太后总是要寻定问问 让咱们主都关照些 真是羡慕嘉妃娘娘 接连生子 也是有福气的 你也羡慕啊 谁不羡慕儿女福分呢 你看淳贵妃 就算为三阿哥牵连 可是他不是还有六阿哥 和四公主吗 苏欣姐姐 我先进去了 里边还有差事要做呢 生儿育女 我这辈子恐怕没这个福分 不许臭 鸣语人家做什么呢 你还要说 我败谢谢你 是要去做宁宫呢 一切做宁宫呢 你小爷们 你要去做宁宫呢 做宁宫呢 过了就过了吧 永皇县报病在世 谁都不敢接近 三阿哥也是垂头丧气的 乖可怜的呢 其实其他的 朕一点都不介意 朕最介意的 是他们居然 基于太子之位 皇上 您正值壮年 阿哥们不敢有 这样的心思 尤其是永皇 哲敏皇贵妃去世的早 臣妾也有疏忽之处 永皇能仰仗的 也只有皇上 他不敢有 这样的僭越之心 他们就算不敢 也有这样的心思了 圣祖仁皇帝子嗣众多 他的长子 允提 有了夺嫡之意 被幽禁致死 有这牵扯之剑 朕怎么能不提防呢 朕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够听从朕的话 顺从朕的心意 朕难过的时候 他们怎么可以不难过 当着嫔妃 还有宗亲的面 与朕不同心同德 叫朕怎么能忍 朕宗亲 臣妾明白了 皇族父子 理应先是君臣 这个道理你明白 可他们不明白 不吃了 吃吗 好 朕 朕 朕 为何孝贤皇后崩世之后 皇上如此深情 念念不忘的 索心啊 苗记着 人只有活着的时候 真心相对 互不相宜 才是最好 索心啊 你也不小了 该出宫嫁人吧 姜宇兵不错 本宫会回禀皇上 把你赐婚给他 可是奴婢 还想多伺候逐几年的 我要再不把你嫁给他 姜宇兵在背后 会恨本宫的 本宫希望你 出宫嫁人 安稳地过日子 多谢主 主儿 主儿 此内宫来传了好几趟话了 请您立刻去一趟 好几趟 说什么事了吗 不知道 走吧